大家好 这鹅呀 记得了 比鸡呀 厉害多了 大妈 养了三只鹅 养了有 一年多了 刚买回来的时候 就那么大 因为大妈花了五百块钱 买了三只鹅回来 都是大鹅 现在养了有一年多呀 发现有一只 越养越不对劲 大家来看看 这个鹅 非常的厉害 像这几只鹅呀 大妈说有一只 越养越不对劲 本来大妈买了三只鹅的 花了五百块钱 有一只没有养活 现在只有两只啦 像这个鹅 它买回来的时候 就比较大一点的 三只都花了五百块钱 现在就是有一只 越养越不对劲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鹅 它的翅膀 都长那么长了 还有这边的鸡 朋友们看见没有 都是养了很久的 主要这边有一只鹅呢 大妈说越养越不最近 大家来看一下 像这个鹅 大妈买回来 本来说是拿来下蛋的 现在养了一年多了 都没有下蛋 像这只鹅 它下面 这个圆圆的 活下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养了一年多 都没有下蛋 买回来 就大鹅 现在养了一年多呀 都没有下蛋哈 就是这只 爸妈说 越养越不对劲哈 大家看一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这只鹅 还有这只鹅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哈 这只鹅 它的体积 那么大 这只鹅呢 它的体积 怎么会那么小 同时养了一年多 但是那只鹅呢 它就特别的小哈 怎么养都养不到 怎么回事啊 爸妈每天喂食 就是喂这种青菜叶 还有 稻谷之类的 还有生半生菜之类的 那只鹅呢 它的适量 也特别高 就是吃东西 也吃的特别多 但是呢 这只鹅 它就长不大 爸妈无奈的笑了哈 像这边 朋友们看见没有 这只鹅 它的颈部 给大家看一下哈 是不是一只公鹅 看起来两只都是母鹅 但是呢 爸妈养了有一年多 都没有下蛋 像这个鹅 要养多久 它才会下蛋呀 像这只大鹅 好像就要下蛋了哈 像它下面朋友们 它就没有 那个圆圆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拿来下蛋的哈 哇塞 特别恶心哈 哇 这个屎 就是喂这种大骨哈 这只小的 它特别能吃 但是呢 它就长不大哈 像这只大的呀 它就能长那么大 这只鹅呢 发现越养越不对劲 为什么这只鹅 越养越不对劲 大妈都无奈的笑了 大家知道吗 可以平时期留言探讨一下 好了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哦 'd